1995年6月29日下午6点左右 韩国首尔一家大型百货商场中人流拥挤 此时有将近1500人正在这里选购商品 但是忽然间他们的头顶传来一声巨响 大家抬头一看 惊恐的发现在商场的楼顶发生了爆裂 紧接着在不到20秒的时间里 这1500人瞬间被压在了4万2000吨的钢筋混凝土之下 韩国在和平时期最大的事故由此发生了 这次灾难总共造成502人死亡 937人受伤 经济损失667亿美元 事发过后 愤怒的韩国民众走上街头抗议 数十位政府官员因为贪污贿赂被关进了监狱 这场举国震惊的灾难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这背后隐藏着哪些肮脏的交易和秘密呢 今天咱们就来走进这栋大楼 1995年韩国正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 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 韩国就改头换面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由于出口的激增和国内消费持续活跃等因素共同影响 韩国GDP增长率高达9% 经济形势好了 资本家的手里有钱了 于是各种高楼大厦开始接二连三的拔地而起 当时韩国国内的建设速度是非常夸张的 拿首尔来说 每周在那个时期至少会有10栋高层建筑在施工 这其中有一栋堪称是其中的亡者 说它是亡者倒不是说它非常高非常大 而是因为这栋建筑是由韩国三丰集团兴建的三丰百货大楼 这栋大楼后来成为了韩国当时最为繁华的百货大楼 这个三丰百货它是位于首尔的黄金地段 而且在当时那个年代三丰百货 就像刚说的 它是韩国最大的零售量饭商场 东西种类齐全 从马桶揣子到巴黎时装周的最新设计全都有 当然相对的价格也不会很便宜 这座豪华商场共有地上五层和地下四层 有钢筋混凝土建成 占地15000平方米 日均接待顾客高达4万人次 每周营业额可以达到400万美元 为了应对大量顾客 商场雇佣的将近1000名员工 每天忙得不可开脚 住在首尔的19岁女孩刘志焕 就是其中的一员 当时她在上学 为了筹集学费 就选择在三丰百货担任销售助理 值得一说的是 三丰百货这里原来它是首尔的一个垃圾填埋场 如今却改头换面 摇身一变成了最繁华的地区 但是垃圾它始终都是垃圾 就算换了一副皮囊 还是改变不了本质的 之所以这么说 大伙看看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明白了 1995年6月29日早上8点05分 大楼设施部的经理李永州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 他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一下办公桌 看前一天晚上值班的警卫有没有留下纸条 因为值班的安保警卫已经下班了 如果有重要的事情 他一般都会留下一张纸条 来到办公室以后 他一看果然有一张纸条摆在桌上 上面写着 在凌晨时分 警卫曾听到楼顶传来奇怪的响声 于是李永州就来到楼顶检查 发现在楼顶的地面上 有一条裂缝倒是不深 那为什么会有裂缝呢 他很快就回忆起来 这是两年前在楼顶移动冷气机的时候 不小心在这留下的 但因为三封百货才刚刚通过了定期的安全检查 因此对这条裂缝 李经理也没有放在心上 两个小时之后 上午10点02分 刚才提到的那位19岁女孩刘志焕 已经来到了位于三封百货地下一层的 童装柜台开始上班了 此时已经有不少前来购物的顾客 刘志焕忙得不可开脚 而与此同时 位于他头顶正上方的最高层五楼 这里同样有一群人正在忙得火热 因为这一层是餐饮层 有八家餐厅 其中一家名叫春远餐厅 这是一家主打韩国菜的传统餐厅 除了几位正在吃饭的顾客以外 设施部的李永州经理也在这里 不过他在这儿可不是来吃饭的 而是在处理另外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原来在他在楼顶检查楼顶的裂缝的时候 又接到了餐厅负责人打来的电话 说是五楼一根柱子周围出现了巨大的裂缝 这可把李经理吓坏了 他赶紧下楼查看 发现柱子周围的地板已经陷下去了 看起来十分危险 于是他当机立断 立刻关闭了春园餐厅 并且挂上了警告标志 到现在为止 李永州的一系列操作 看起来还比较正常 但是接下来他的做法 就有点让人搞不懂了 李经理回到办公室以后 给每一位知道这件事的员工打电话 告诉他们不要声张 自己知道就好了 而且他没有把这个情况上报给领导 而殊不知这个愚蠢的行为 会引发非常可怕的后果 到了中午时分 百货公司里越来越热闹 但忽然间在四楼的顾客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这声音有点像是拖拉机的声音 中间还夹杂着木头崩裂的声音 紧接着大家就感受到了轻微的震动 甚至在副一层工作的刘志焕 也感受到了这股震动 他身边挂着的各种玩具 也因为震动在不停的摇晃 中午12点半 在得到顾客的反馈之后 经理李永州再一次来到楼顶查看情况 在经过简单的调查之后 他认为可能是冷气机功率过大 造成了震动 于是他下令关闭了大楼的所有空调 空调没了 没过一会儿 室内温度就上升到了27度 顾客们开始越来越感的燥热 可尽管如此 大家的购物热情却丝毫没有减退 这次原因不明的震动 让李经理感受到了一丝危险 于是他再次来到楼顶的裂缝查看情况 却惊讶地发现 此时楼顶的裂缝比早上宽了10公分左右 长度也增加了很多 于是他赶紧把这事报告给了领导 可是一直到了下午3点 三丰集团的会长李尊才召开了各部门的主管商讨会来商量对策 同时还请来了负责兴建大楼的结构工程师李赫珠来检查这道裂缝的情况 李赫珠发现裂缝已经扩展到了整个楼顶 当时整个楼顶几乎都已经被这道裂缝给贯穿了 而部分区域还出现了小型的崩塌 在认真评估了风险之后 李赫珠认为大楼应当立即停止营业 并紧急修缮 但是他的提议还没说完 马上就被会长李尊和业主代表们否决了 因为今天客流量非常可观 管理层们不愿意损失这一天的高额收入 而与此同时 在五楼的人们也越来越担心 尤其是一些员工 因为他们也听说了 大楼好像存在安全隐患的流言 接着时间来到了下午五点四十 此时很多人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下班的人们一窝蜂的涌进了三封百货 这是一天当中的营业高峰期 熙熙攘攘的顾客们挤满了百货大楼的柜台 但就在这时 大楼楼顶传来了砰的一声巨响 人们抬头一看 发现天花板竟然在晃动 负一层的刘志焕吓坏了 他意识到情况不对 于是想拉着身边的同事离开 但同事却劝他说没有事的 放心好了 于是刘志焕只能怀着忐忑的心情 继续在那工作 但是三封百货中的一千五百人 还没有意识到 此时大楼已经处在了崩溃的边缘 七分钟之后 五点四十七分 楼顶传来了一声更大的巨响 负一层的刘志焕并不知道 位于五楼的春园餐厅的楼板 已经被柱子整个贯穿了 没有办法承担更多的重量 虽然此时多出来的那些贺载 被其他柱子所分摊 但这显然维持不了几分钟 果不其然 五分钟之后 五点五十二分 又是一声更大的巨响 让大家吓了一跳 此时大楼里的警报器终于启动了 于是员工和顾客们 慌张的在警报和轰鸣中奔向出口 可是一切发生的太快了 五层的百货大楼终于支撑不住 开始发生坍塌 在短短不到二十秒的时间里 从顶楼开始依次向下 各楼层连续塌落 最终重重的砸在了地面上 扬起了大量的烟尘 就这样 灾难就像呼啸而过的狂风一样 瞬间把三丰百货大楼 移为了平地 等到烟尘逐渐散去 这座首尔最繁华的百货大楼 已经化作一堆变形的钢筋和瓦砾 几分钟以后 搜救人员 警察 医护人员 消防人员陆续赶到现场 在他们到达之前 已经有不少路人纷纷冲上瓦砾 救助伤势较轻的幸存者 但是更深处的被困人员 只能交给专业的搜救队员 与此同时 媒体记者们也陆续赶到现场 把惨案的情况直播到全国各地 甚至是国外 现场一片混乱 家属们悲痛欲绝 他们叫喊着亲人的名字 这其中就有刘志焕的好朋友 本来刘志焕和好朋友约好了 当天下午下班之后 一起去吃晚饭的 好朋友提前在楼下等他 还在犹豫要不要进去 结果就发生了这样的悲剧 随后经过简单的勘察以后 搜救队发现 一共五层残骸压在了地下四层楼的上方 被掩埋的人数无法估计 因为担心重型机械会误伤到被埋的幸存者 因此搜救人员只能用手来挖掘现场 紧接着一些大型的起重机也到达现场 开始小心的掉起大块的建筑残骸 陆陆续续的 越来越多的人和设备投入到了救援当中 据统计 大约有一千名搜救人员和义务工作者 三十多架起重机和挖土机投入到了救援工作 经过一整晚的紧张的工作 到了第二天清晨 共有两百多名幸存者被救出 但是死亡人数也在不断的攀升 此时已经确定的 已经有44人遇难 还有更多的人不知所踪 但是在这紧要关头 第二天的搜救工作结束时 韩国政府却下达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命令 停止搜救幸存者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忽然要下达这样的命令呢 原来在大楼北面还有两堵墙没有倒塌 此时在不停的摇晃 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发生二次坍塌 夺走搜救人员的生命 但是对于这样的决定 民众们肯定不同意 于是五百多名遇难者的家属 自发走上街头 强烈抗议 甚至和警察之间多次发生冲突 毕竟现在下达了一个这样的命令 那无异于对里面的幸存者 宣判了死刑案 由于反抗活动愈演愈烈 眼看就要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韩国政府只好宣布继续进行搜救工作 搜救队先是用钢锁固定住了剩余的楼板 接着再次展开救援 果然不到几个小时 就从残骸中再次救出一名女子 但是很可惜 此人并不是19岁的刘志焕 而且不幸的是 这名女子经过一天的抢救之后 最终还是没能保住性命 听到这儿 大伙可能会有一些疑问 为什么总是会提起这个刘志焕呢 不要急 这个问题稍后我们会揭开答案 到了搜救工作的第四天 死亡人数增加到了107人 还有很多人生死未无 偶尔奄奄一息的幸存者被挖出来 但大多都抢救无效去世了 救援工作每天都在继续 很快一个星期过去了 虽然还有很多人没有被救 但韩国政府认为 他们生还的几率已经十分渺茫了 因为人如果没有水喝 在当时足足30度的天气下 只能存活三天 这都过去一个星期了 很难活下来了 但对于亲友和家属而言 这个决定无异于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那么之后的救援工作进行的如何 这起灾难的起因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楼顶上会出现那样的裂缝呢 咱们接着说 因为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天 因此韩国政府认为 大楼下的生还者已经不多了 于是此时搜救行动的主要目的 由救助幸存者变为了搜寻遗体 一些重型机械也开始进入场地 开始清理上万吨的钢筋水泥 接下来的五天里 一共清理出了两万一千多吨的废料残骸 不过灾难发生后的第十二天 奇迹却发生了 那天下午三点半 当一块巨大的石板被掀开以后 搜救人员忽然发现了一双脚 而且这双脚还在动 看见还有幸存者 大家赶紧拿来设备 切开钢筋 再搬开石块和水泥 最终终于把幸存者救了出来 而这位幸存者 正是被困了285小时的刘志焕 被困这么久还能活命 这简直是奇迹 后来人们发现 刘志焕所处的空间虽然不大 但是刚刚好能够呈下他的身子 而且他十分幸运 有两块树立的楼板帮他挡住了坍塌 从而减轻了他所承受的压迫 再加上前几天刚刚下了雨 雨水在这里聚集 解决了水源问题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刘志焕 有着惊人的意志力 种种原因加在一起 让他成功的死里逃生了 只不过遗憾的是 这样的奇迹只发生在了他的身上 也正是因为刘志焕 我们知道了当天大楼内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时的场景到底是什么样的 最终在经过了长达半个月的救援和挖掘工作之后 韩国政府公布了伤亡数字 一共有937人重伤 502人死亡 还有近百人下落不明 顷刻间家属们的泪水全部变成了愤怒 他们向韩国政府游行怒吼 希望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这栋刚刚建成6年的大楼 出现如此严重的坍塌事故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栋大楼仅仅坚持了20秒 就变成了一堆废墟呢 在灾难发生过后 韩国政府要求对事故原因展开全面调查 领导们思来想去 似乎只有一个人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那就是韩国大学土木结构工程专业的教授 钟兰 钟教授可以说是韩国相关领域中最厉害的教授之一 他对于韩国很多大型建筑了如指掌 他也有信心能够查出这起事故背后的真相 不过虽然已经做足了准备 但是在到达灾难现场之后 钟教授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最开始钟教授想到了瓦斯爆炸 因为就在不久之前 韩国发生了两起因为瓦斯泄漏而引起的爆炸事故 最近的一次发生在大丘的地铁里 造成了100多人死亡 140人受伤 场景跟这次看起来也有些相似 于是他们先去查了三封百货的瓦斯 是不是出现过问题 而一查果然发现 在三个月前 这里的确发生过一起因为瓦斯而引发的爆炸 不过当时发现即使切断了瓦斯供应 这才避免了进一步的悲剧 那既然如此 现在这次灾难 有没有可能也是瓦斯爆炸呢 此时钟教授想到 瓦斯爆炸往往都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 那就是一定会伴随着起火 而火势绝对也会非常大 可是在这次的现场 虽然有一些地方的确发生了火灾 但都是小规模的 这种程度绝对造成不了大楼坍塌 所以说瓦斯爆炸不是根本原因 在这一点被排除之后 钟教授又想到了一种更加可怕的可能性 有没有可能是恐怖袭击呢 他认为有一些从朝鲜来的恐怖分子 进入商场趁机安装炸药 炸毁了大楼 这个猜测也是有依据的 因为就在一年前 的确有来自朝鲜的间谍 先后两次用类似方式造成了136人死亡 影响非常恶劣 但是在详细调查过后 这种猜测也被推翻了 毕竟作为最繁华的百货商场之一 每天的人流量又那么多 虽然大楼在灾难预警上做得不到位 但是安保措施还是相当完善的 事实的确是这样 三封百货配备大量的保安和专业设备 监控摄像也早早的普及了 分布在大楼的各个角落里 在这样精密的布控之下 朝鲜间谍就算进入了大楼 也很难找到机会去安放炸药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 如果真的是爆炸引起的灾难 那么爆炸产生的碎片会呈现放射状 从爆炸点向四面散开 爆炸产生的碎片也会被泡到 几百米之外 但是在检查过现场之后 现场没有发现 类似的情况 而且最奇怪的一点是 三封大楼 它是从上向下逐层坍塌的 这种现象 不论是炸药引爆 还是瓦斯爆炸都不可能出现 因此恐怖袭击的可能性也被排除了 几种比较流行 比较常见的可能性被排除了 此时钟教授开始怀疑 会不会是建筑的地基出了问题呢 比如硬度不够 毕竟三封百货这地方原来是一个垃圾填埋场 因此这里的土层可能会比较柔软 地基强度不够 直接会影响上层建筑 导致大楼坍塌 但是调查却显示 大楼的位置选得非常好 避开了原本垃圾填埋场的主体位置 地基强度也没有问题 于是钟教授只能把焦点转向了建筑物本身 他在瓦砾中采集了大约150组混凝土样本 并在实验中测试它们的强度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大楼的混凝土强度也达到了标准 既然地基没问题 混凝土强度也没问题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各种原因接二连三的被排除了 这使得事故调查一度陷入了僵局 钟教授决定 重新梳理一遍手头的资料 他感觉一定是某一个环节被忽视掉了 而果不其然 在核算大楼的建筑图纸和承载重量时 他终于发现了一些端倪 按照计算 这栋大楼需要直径80厘米的柱子来做支撑 其中还要有16根钢筋才能够达标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现场测量显示这栋大楼里的柱子直径被缩减到了60厘米 一下子少了四分之一 而在柱子里面也只有八根的钢筋 直接少了一半 但是设计图纸上还是写的80厘米16根 这实际情况和图纸标注严重的不相符 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 钟教授在计算后惊讶的发现 这会导致大楼的整体强度比设计图上预估的降低了将近一半 但是这并不是三丰百货倒塌的主要原因 因为每栋大楼的设计图都预留了安全误差 是有一个安全系数来保护建筑的 如果在施工时能够确保其他地方都达标了 安全系数也达到了 那么就算强度降低 一般来讲大楼仍然能够保持完整 这也是为什么这栋大楼建成六年以来都没有出现大问题的原因 由此看来导致灾难发生的根本原因还藏在更深的地方 为了寻找真正的原因 钟教授带着调查小组再次返回现场 而随着调查深入 钟教授在现场发现了另一个可怕的缺陷 他发现 混凝土楼板中的钢筋竟然放错了位置 这些钢筋应当距离表面五厘米 而在这里却距离表面十厘米 千万别小看这相差的五厘米 这个改动非同小可 相当于直接把楼板的厚度变薄了 经过测算 在大楼最关键的部位 楼板的强度因为这个问题减少了20% 再加上三丰百货店采用的是无良楼盖结构 这个结构只能依靠楼板和柱子来承担贺载 然而不巧的是不论楼板还是柱子 我们刚都说了全都存在问题 至此种种迹象表明 三丰集团的管理层存在着重大的疏忽 而且更加离谱的是 那些在灾难中死去的人们 没有一个是这些高层的管理人员 当然也没有设施部的李永州和三丰集团的会长李尊 那么事发的时候他们又在哪呢 真的就是巧了 全都不在岗位上吗 面对种种疑问 调查人员终于把目光转移到了这些管理人员的身上 通过询问 调查人员发现 最初的设计里 这大楼只有四层 而且是打算作为办公大楼使用 但是在原先的承建商做好了基础以后 三丰集团却提出了大幅度的修改要求 他们不仅要把办公楼改成商场 还要在上面再额外的增加一层 这次改动导致了很多承重柱被取消了 因为要腾出空间来安装电梯 当时承建商坚决不同意这样的修改 结果会长李尊直接把人家解雇了 然后李尊让自己的建筑团队来接受施工 后来李永州透露 商场五楼原本打算做成一个溜冰场 但后来改成了餐饮 韩国人有席地而坐在那吃饭的习惯 因此所有餐厅地板下面还要加装暖气设施 如此一来 额外的设备又增加了五楼地板的重量 对原本只有四层的大楼结构增加了非常大的压力 除此之外 大楼严重超载的另一个元凶是楼顶上的空调设备 楼顶有三台大型水冷室冷气机 总重量29吨 注满水后能达到87吨 这大大超出了设计标准 经调查 事故最关键的因素也出自这三台冷气机 在灾难发生两年前 因为附近居民投诉说冷气机的噪音太大 所以这三台冷气机曾经被移动过位置 挪到了离居民区比较远的角落里 但这种大型设备如果想移动 应该使用起重机把它吊起来吊到新的位置 可是三峰集团为了省钱 直接在楼顶上用绳子把它们生生的拽过去了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 数十吨重的冷气机被硬生生的拽到了屋顶的另一边 这个过程对大楼结构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 冷气机经过的地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裂缝 这些裂缝导致春园餐厅的柱子受到了严重损伤 在这两年中 每次开启冷气机所带来的震动 都会让裂缝变得越大变得越宽 即便灾难发生当天 商场关闭了所有空调 但柱子周围的裂缝已经足够多足够深了 春园餐厅的楼板再也承受不住了 于是那一瞬间有点到面 最高层的楼板直接塌了下来 五楼坍塌之后 瞬间增大的重量 使得四楼楼板瞬间崩溃 于是多米诺骨牌一般的连锁反应 肿栋大楼由上向下 依次坍塌 一直到了地面 于是三丰百货大楼就此被移为平地 总结来说 这场灾难的背后原因 先是偷工减料 降低了大楼的承受能力 接着是强行改变大楼的设计 又为了省钱 做了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小事 最终连锁反应 引发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灾难发生之后 成千上百的家属们上街游行抗议 因为他们怎么都不能理解 这么随意的工程项目 是如何通过政府审批的 对此后续调查给出了结果 有多名政府官员 涉嫌在三丰百货大楼建造过程中 收受贿赂 三丰集团内部 也存在众多的贪污和欺诈行为 最终1995年12月27日 三丰集团会长李遵 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 十年六个月 他的儿子李汉祥 也因为贪污等罪名 被判有期徒刑七年 此外还有大量的利益相关者被起诉 最终共有21人被送进了监狱 夸张的是 其中有12人是政府的官员 这场三丰百货的惨案 说到这儿才算是画上了句号 现如今 曾经的三丰百货 已经改建成了地上37层 地下5层的大厦 事情虽然过去了 但是这起灾难已经深深的刻在了韩国人民的脑海中 他们都在想 三丰百货倒了 谁知道是不是还有四丰百货 五丰百货存在呢 究其根源 还是因为金钱啊 这种对钱的极度渴望 导致韩国政府官员接受贿赂 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 只要给钱 就能对工程乱象视而不见 甚至出了人命 也无所畏惧 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 是再正常不过的 但如果是以人民的血肉当做代价 等待他们的 无疑只有更大的灾难 咱们来说个短的 查不着更详细的资料 1981年发生在山西洋泉的一起爆炸案 1981年7月22号晚上8点 山西洋泉矿物局电影院 发生了一起爆炸案 原因呢 是有一个人不想活了 但是又不想一个人走 这场爆炸 死亡32人 重伤44人 轻伤83人 震动公安部 从这一年 严达开始了 这起案件呢 是由咱们的老朋友 吴国庆负责侦破的 共和国第一代刑侦专家 在国内那是泰山北斗一样的人物 他在勘察现场的时候发现 这爆炸物是在座椅上面炸的 因为地上啊 有很多的弹灼点 现场有雷管里的残屑 还有电池的碎片 确定这个爆炸物是电引爆 而现场有没有发现闹钟等等 可以遥控和定时的东西 这说明这场爆炸是手动触发的 也就是说犯罪者自己用手把电路接通 凡是用这种办法引爆的 犯罪分子肯定炸在里头 他跑不出去 一通电就响 没有反应时间 疯一样的男子也跑不出去 一化验 这是anti炸药 爆炸的时候 这炸药是被放在用钢板做成的四方形的盒子里 炸点呢 是25排2号 那个座位上的人呢 整张脸都炸没了 在附近的坑里找到一个金属片 这块金属片在爆炸的瞬间迅速软化 在变软飞离的瞬间 又把一块肉卷进去 打到了一个坑里 把这块肉摘出来 一看呢 应该是属于大腿的缝降机 也就是说 犯罪分子是把炸药放在腿上引爆的 在死伤的所有人当中 只有一个人大腿上少了一块缝降机 而且血型也一致 这就说明 25排2号 这个缺少了缝降机的无名尸体 就是这场爆炸的制造者 这人谁呀 爆炸前肯定会有目击者呀 但是爆炸之后 死走逃亡伤 现场没有留下能和警方说这件事的人 那就采取滚雪球式的访问方式 首先找到 谁在那天晚上去看电影了 自己坐在哪个位置 还看见谁也来看电影了 你看见的这个人 他又坐在了什么位置 把所有生还者都一一的访问到 然后再把他们全部还原定位 每个人都分别坐在哪一排哪一号 而重点排查的 是25排2号的票 是谁买走的 经过反复调查询问 终于找到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线索 25排2号的票是矿上的管理员买走的 他跟着一大群人一起去看电影的路上 碰到了他的老婆 他老婆问他干什么去 他说去看个电影 老婆急了 有这好事你怎么不叫我呀 我要跟你一块去 管理员说 我这就一张票 他老婆这时候心思就活焚了 啊 你 是吗 准是吗 我再买一张 我非要跟你一块看这场电影 管理员也没办法 非要看那咱俩就走吧 是吧 别为了一场电影没让你看 你半个月不给我做饭 这买卖可划不来 到售票窗口那儿啊 他老婆说 我要买一张跟这票挨着的 人那说没有 都已经卖了 那我把我现有这张退了 您再卖给我两张挨着的 行不行啊 不行 售出之后 该不退票 你按现在说 那就算了呗 是吧 这张票不要了 我再买两张挨着的 可81年呢 谁生活都不富裕 就这么平白作废一张票 挺心疼 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可巧 管理员的老婆 看见电影院门口啊 有一个穿着黄军装 背着绿军胯的黄头发青年 手里拿着四张电影票 咱们说是黄头发 是那种天生的 那时候还不幸把头发 局的五颜六色的呢 他们俩走过去 想从这黄发青年手里 买两张挨着的票 男青年给了他们两张 他们把自己手里的那一张 给了男青年 这也就是说 25排2号这张票 就转到了那个 穿着绿军装 背着绿军胯的 黄发青年手里 在对受伤者的访问当中 25排挨着2号的4号 被炸成了重伤 好在呀 还能说话 他告诉警方 当时他旁边 有一个男孩坐在那 进来之后 过了一会儿又出去了 出去的时候啊 就把包放到了 自己的座位上 放包的时候 还碰了一下4号 4号当时心里还说呢 这人带的什么东西啊 这里边帮硬帮硬的 可我这膝盖骨真疼 等那个人一走啊 4号还伸手过去摸了一把 他说 里边是个硬物件 上边有电池 还有电线 27排的6号和8号 坐着一对夫妇 他们说 电影开演之前 我看见25排2号坐的 是我的同学高海平 我过情就问他 你跟高海平说过话吗 夫妇说呀 说了 的确是他 后来他还出去了一趟 再回来之后 就没动过地方了 这时候 又有一个线索浮出来 高家 就这么一个独生子 失踪了 家里哪儿都没找着 在这种情况之下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让高海平的家人 进行一下辩认 在辩认之前 首先问他的母亲 你还记得 儿子身上穿着什么衣服吗 母亲回忆说呀 脚上穿的袜子是米色的 而且我儿子 左脚的小拇指 没有指甲 他里边穿的是 花布的裤衩 这是我自己买的 一块花布 找人做的 当时啊 做了两条 他一条 我自己一条 他的母亲 还向警方提供了 给他和儿子 做这条裤衩的裁缝 找到那裁缝 裁缝说 是 他拿过来那块布 还不够 我给他添了一块 再看现场 那具尸体的裤衩上 确实有裁缝 添的这块布 到这时候 证据就形成了链条 血型验证也一致 到他家里搜查 发现了包炸药的纸 在抽屉里 还发现了一封遗书 以及一些其他的信件 遗书展开 大家一看呢 原因非常的简单 这胡海平搞了个对象 结果人家把他给蹬了 他那天呢 就是约他对象 一起看电影 准备跟人家同归于尽 咱们两个人呢 既然不能在这边 手拉着手走革命道路 那就上那边 手拉着手 走一遍黄泉路 可但是 人家那女孩啊 命不该绝 没来 她半道出去那一趟啊 就是上门口去打棒 看看这女孩来了没有 但是呢 不论那个女孩来不来 高海平都抱着必死的一条心 不想活了 没意思 我今天就在这儿了 这才引发了一场 死亡32人 重伤44人 轻伤83人的惨案 1981 山西洋泉矿物局电影院爆炸案 全文完